揭秘抗战期间,中日军队装备对比,抗日神剧都是胡扯。 在各种版本的抗日神剧中,我们最常看见的,就是身怀无疑的中国老百姓可以无使子弹以一敌时各种手撕脚踹鬼子,打的日军是酷烈喊凉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怎么会打得如此艰难? 其实真相只有一个道理,在胡扯,在整个抗日战争里,中国军民总伤亡高达三千五百多万,而日本伤亡人数大概只有七十八万左右。 也就是说日军才用了不到百万士兵,就造成中国三千五百万军民伤亡,难道这还不能体现出日军的战斗力吗? 而在现代战争里,除去军队素质差距军队战略之间差,别最大的就体现在武器装备上面,就拿中国军队装备,最经典的德谢师来讲其,实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清一色的德谢装备。 在二十个调整师中只有几个,别团有哈伊哈七十五毫米步兵炮。 再来看,日本这边的军队日军每个师团都有一个野战炮兵连队其中常设师团,炮兵连队是三十六门七十五毫米野战炮和十二门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特设师团, 是三十六门毫米野战炮山炮三单位师团,这二十四门七十五毫米野战炮和十二门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其中由中国驻屯军改编的第二十七师团山炮兵。 第二十七连队第二大队管辖新市八分之六门九十六市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并参加过华北作战、武汉会战等战役。 而日军在华的军职属炮兵,不含关东军截止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光野战重炮兵连队就有十一个独立野战重炮兵连队, 两个独立工程重炮兵大队两个中国军队算上炮兵第八团,第十七团和其余地方部队的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 加上炮兵第十团的得志一五十毫米榴弹炮共计六十九门数量上远远不如日军,而在炮弹数量方面日军更是远远多于中国军队。 不仅是重火力上中国军队处于绝对的劣势,就连单兵装备,也是差距巨大日本军人在战争中的全套装备的步枪, 弹药盒、地图包水壶、饭盒背负、防腿、护腿、鱼匹、军毯、帐篷布、步兵锹、镰刀、首辅、军稿、防毒面具、护目镜、防纹头罩、纹帐、以及斜行具的腰带、背包、跨包这套装备即使放到现在都可以说是很全面的单兵套装, 更何况是上个世纪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如果我们的先人不是抱着必死敌决, 心去打仗怎么可能会打赢他们而抗日神剧,竟然能让几个会点功夫的人把小日本打得溃不成军, 还有的抗日神剧中发明了蔬菜炮弹,馒头炮弹比日本炮弹还要厉害, 这不仅在侮辱观众的智商更是在侮辱抗战时期保护中国的老兵。